目前是在上班还是还是在接案 上班 所以目前有正常正值上班工作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 你还有时间每天抽一个钟头出来看课程吗 也是有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是有三年 三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提供线上课程 然后再加上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我们会办线上研讨会 所以那线上研讨会如果没有参加的话 我们也会把影片录下来 让学员去观看 尽量是来互动来参加 这样会学的比较快 但是我们即使你没有参加的话 我们从线上课程里面也可以去学到我们全部的东西 那所以你今天跟我预约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你希望得到什么 你最有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如果要加比较多的网站 然后就是这些网站我自己管理一下 我们是比较不一样 而且我们价格比较高是因为 我们主要是把knowhow都交给你 然后你以后要加 加无限多个网站都对你来说都等于几乎是零成本 那如果你是去 因为一般老师教的跟我不一样 他们是他们会教你说你去哪边租用主机 譬如说去clouds主主机 或是去bluethost的租用主机 他们都教你去外面租用主机 那我们的level是比较高一点 就是我们直接是上游 我们跟虚拟主机是同等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去管理很多个网站 因为我们就是主机商 我们自己就是主机商 我们主要不是接案 因为接案不好赚 今天比如说我们加一个线上开课的平台 帮客户加一个线上开课的平台 这个就算我们一个产品 我的卖法跟一般接案不一样 就是我会把allplace的外挂 把它整合进来变成一套商品 你去下半天租用 可能一年就要五六万块 每一年都要付 可是你公开买了 只要花这么一次的钱 所以我是直接卖断这个软体给你 跟你一般去外面租用的 线上购车不一样 因为你在外面租用的 如果你退租了 你哪一天不用了 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今天我懂多少软体 懂多少外挂 我就把它整合出多少产品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页 我就有六个产品 你找别人去客制也许会比较贵 因为去客制一个软体 可能都要几十万上百万 但是一般中小企业 他不可能花到几十万上百万 去贵了一个软体 所以如果一个套装软体 有百分之八十的功能 能够满足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便宜 六万九他就买了 这是目前台湾中小企业的状况 依照客户的需求 然后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 我就把它包起来 我现在线上开课平台也是 在疫情之前我就已经包好了 因为我之前从你如果认识 我比较早的话 应该知道我从2012年2013年 我就已经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我那时候就开始做线上课程 可是可是那时候 线上课程没有什么平台可以 都很贵 都要做的平台都很贵 然后一直到2019年之后 我才开始自己驾驭 驾驾驶客户的系统 后来就发现这个需求其实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疫情 那三年那个需求更大 所以我就光是卖线上开课平台 我就卖超过100个客户 那所以我的我的接待方式 跟一般驾网站的公司是相反的 他们是客户先列需求 然后你再报价 然后给客户会给定金 然后之后你再 他再给尾款 验收之后才给尾款 还有时候客户拖拖拉拉 验收很慢 那尾款收不到 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一般这种接案的状况 我是不会接的 嗯 哎那可是现在不是AI什么都很那个 会被影响那个 以后网站会被没落 我觉得害怕 不可能啊 因为 如果 如果你先学会了这个东西 以后AI出来的时候你先接 你才有能力去接 假设这些基本功你都不会的话 就算AI出来了 你也很难衔接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观念 譬如说叫网站 今天就 今天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有点好笑 他 他也是讲说 哎那AI不是说 随便画一个图给他 他网站就做出来吗 是没那么容易啦 只是说 我的理解是没有那么容易 什么什么画的图 你要很多指令要写对 然后他才有可能 可是我是怕他 未来也许是 三年五年他如果学的很快 会被取代很多 假设说他把它做的很 他的那个那个data很多的时候 他会不会变成变成很聪明 就像电影年的一样 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啦 因为会写程式的人都知道 他是可以做到很容易就产生一个 你想要的网站 问题是那是不懂不懂网站的人 他才会这样想 因为懂网站的人都觉得这不太可能 是因为网站这个东西不是你表面上 看到的像powerpoint的这种东西 如果是powerpoint的的话是是很容易 但是网站是有资料库这种东西的 他讲到资料库可能很多人就 为什么网站有资料库 什么叫做资料库 你不懂吗对不对 就是因为不知道有网站有资料库 这种东西 所以才会觉得 AI很容易可以做出网站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讨论区 讨论区 或者是Facebook 你觉得下个指令 AI就有办法自动生成一个 Facebook这种网站吗 这种网站叫做高互动性网站 有资料库的网站 这个不是纯美工网站 所以网站分为有资料库的 跟纯粹美工的这两种 你党的那种用AI直接产生的 那个都只能产生纯粹美工网站 嗯嗯 就是就是我们会不会1.0啊 就是第一代的网页 然后我就直接把我的DM 卡达洛库全部都放在网页上 嗯嗯 这种是第一代的网页 这种要AI做是很简单的 嗯就就类似我叫AI 直接做一个power point 给我这是很简单的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要叫AI 直接做脸书的网站 你帮我生成一个跟脸书的功能一样的网站 那是做不出来的 嗯嗯不可能做出来的 因为它是高互动性的网站 嗯 高互动性网站 你不可能叫AI去想一个 他只能想一个你要他长成什么样子的网站 但是他不可能帮你做个 看不见的那个功能的 东西出来 很多东西是需要程式去设计的 嗯要去互动的啊 有人来贴文有人上传图片 然后谁跟谁对答 然后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些东西是动态的 这个叫资料部动态网站 今天跟我线上一堆这个软体 他叫做线上预约软体 对吧 嗯嗯 看我的影片之后 然后你去选择时间啊 选择晚上9点 然后又跳去一个付款功能 那那是因为我有穿接的日历 跟穿接的金流 金流穿接完毕你付完款之后 我们才能够确认说 今天这个9点的时间被booking下来 一旦你booking完毕之后呢 下一个人他跟我预约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再选到9点的这个时间 你这个的整个的流程很厉害 而且时间也很厉害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会教会你们 嗯把我会都交给你们 因为以后你们要卖东西 要卖高价的东西 像现在我要卖给你我的会员值一样 你们要卖高价的东西 你势必要解释清楚 让客户完全理解对吧 对对 你不可能用一个网页让客户看完 他就直接付我29万8 不可能因为这是高价商品 我必须要讲得很清楚 然后我还要理解说 哎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我才知道怎么样对症下药 告诉你 我这些东西可以帮到你哪一个部分 对 所以以后你们也需要用一个线上预约系统 然后也会教你我在用的东西 啊我自己的网站是怎么架出来的 这个我全部都会教你们 嗯嗯 所以我说这个内容实在太多了 这个没有几百个小时实在是讲不完 所以我预计用三年的时间 以后你们要卖东西就是要特别小心 网页就是用筛选客户用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这样一层一层的筛 我塞到最后 假设他今天没有时间 或是他不好意思跟我预约的话 那最后这一步什么东西 最后这一步是 如果你目前没有空预约 请先订阅电子报 好 一旦他留了电子报之后 这个留电子报这个目的叫什么 为什么我要留电子报 为什么我要他们留电子报 订阅电子报 为什么 继续销售 对 跟进 对 实力的让 对 变成名单 对 放在潜在客户名单 对 对 所以你们已经非常有概念了 然后 因为这个呃 自动发信系统有盯过的人打 6 自动发信系统有盯过的人打6 好 所以他们一旦 订阅电子报之后就开始自动发信了 就进入我的销售漏斗的 自动发信流程 所以他没有来预约 他填这个 我就会自动发信给对方 OK 所以这些东西以后你们都要做 即使有人说 email现在很少人会收信 还是要做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这个时代就是它很碎片化 社群媒体非常的碎片化 所有的入口 已经非常的碎片化 以前只有电视广告 现在从10年前开始 脸书广告非常有用 到现在效果越来越差 就是因为 被分刮了 群众的注意力被分刮了 现在已经不只是脸书广告了 还有Google广告 还有那个Ttalk 还有很多IG 一大堆 每个人手机打开APP一堆 所以如果你没有每个都做的话 你就只能够掌握某些流量 你只能够掌握某些流量 但是你要 以人力状况下 我们人力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下 你只能够先做你 你比较擅长的部分 这个 店面你一定要先把它做完 你觉得花多久时间来做这一页 好啦 你们猜一下 这一页我做了 多久 以天为单位 来你们打个数字 这一页我做多久 包含我录这个影片 这一页我做多久 公益说10天 真笑 月儿你说半天 哈哈哈哈 10天 1天 再看得起我了 21天 1天 3天 好 我跟你讲 14天 好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即便我已经做了 数十上百个销售页了 这个页面 哦 有人猜对了 果然 僵士老的辣 国臣说对了 一个月 一个月 哎 你要想想看哦 这个页面 为我带来的多少业绩 假设我这个页面只用半天 一天的时间就做完的话 我有可能 让我让我带进这么多业绩吗 我那那就表示我是天才了啦 不太可能啦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 这个并不是去计算你的打字速度 这个是要去先思考 我要呈现什么东西 让客户觉得 这是他的痛点 哦 我来分析 简单分析一下 加上聚会部这是我的主题吗 然后这个就是我要勾起大家的 这个 摆脱辛苦接案 只挑自己要的工作 这个就是要挑起客户的痛点 一定很多人 他去工作接案是很辛苦的 他没有办法挑客户 因为没有钱赚 只要有客户他都他都接 但是我们就告诉他 只挑自己要的客户 假设你今天会筛选兴趣的话 你是不是就让广告去 先挑你要的客户 但是如果你不会筛选 你就变成乱枪打鸟 像房众业在马路上发传单 那个就是乱枪打鸟 好 挑起痛点 如果如果这个触通他痛点的时候 哎 再来呢 三年线上培训 线上 没有地区限制 对不对 然后培养专业加战技能 如果你今天 想要做网络生意 你势必要有这样这样的技能 否则 你就是只能够委外 委外又遇到刚刚同学讲到的问题 对方做什么东西 不是他 很想要达不到他的目的 可是你自己又不会改 然后你又花很多时间跟这边沟通 昨天有一个 有一个还不是我的客户 他用 赖的那个官方账号 跟我一对一 跟我联络 然后他就说 我能不能帮他做那个购物车网站 然后他就把他购物车网站给我看 我说哎 那你不是已经做好了吗 结果他说 那个是我请那个那个某个工程师做的 结果他付了定金之后 就帮我做了那个第一个页面 后来就 不见了 那个工程师就不见了 所以收了定金之后人就不见了 哎 很麻烦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你自己是业主 你是商家 然后你去找人帮你做网站 然后那个人就就突然就不见了 然后定金也收了 后来就搞失踪 赖也不接就被封锁了 那是什么心情 所以 所以他就是他也很想说 那他能不能自己做 他问题是他们是做 啊 SPA 美容业的吧 他 然后 我给你讲客户啦 做生意后你要搞懂客户的 客户在想什么 客户呢 很大一部分都是希望找便宜的人 帮他做网站 然后他当初就觉得说 Wordpress 听说很好做嘛 然后很便宜啊 因为他们有去看过Shopline的那个价站 或者是 Cyberbeats那种价站平台啊 他就是不想花这个钱 然后他就想说 Wordpress不是听说不用钱吗 很便宜啊 所以他就随便找一个工程师啊 不想哪里找的啊 然后我再猜 就是因为那个工程师报价很便宜 所以定金收了之后人就 就就不见了 没空要钱 对啊 所以就不见了 然后 最后呢 他他最后就跟我讲说 我可不可以接 然后我就报给他 哎 7万多 就是我有个标准报价6万9的底标 底标哦 一个他在驾设购物车我有个底标 低销就是6万9 然后报给他之后 他说他又要什么功能 又要 呃分分论联盟行销的功能 我说哦那这个 这个外购是9万8 那如果你两个一起买的话 一样算你6万9 等于6万9加6万9 然后他听完之后 他马上回复了三个字 太贵了 哈哈哈 他马上回复太贵了 嗯 然后我就分析给他听说 姐姐 因为他干脚被我搭 我姐姐这个 这个 这个价格不贵 因为因为6万9加6万9 才才大概14万不到 13万 那那你去91APP一年 一年至少至少9万块 然后两年就18万了 啊你你公司只要做两年吗 不可能吧 你公司不可能只做两年吧 那是不是两年就回本了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做10年 你是不是赚很多 我再听一听哎有道理 所以你只要能够 分析这个东西 他能够省下多少钱 然后 能不能达到他的理想的需求 那这个案子就 很容易接下来 所以后来台产就比较愉快了 这样 好 那我们 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 引发客户的需求嘛 所以他刚刚讲的都对 那 他看完这些东西 真的引发他兴趣 而且他也觉得 好像不会太难 好像可以做到的时候 他再跟我预约 这时候我已经事先筛选掉很多人了 不适合的人已经都走掉了 所以筛选下的人才会跟我预约 这样子 预约成交基础就会高很多 所以最后一步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预算 啊 他能不能复得出来 呃 我们目前这边有十几个人吗 对不对 即使我这一个多月啊 跟我预约一对一的大概有四十个 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进来 既然都已经跟我一对一预约了 有兴趣了 只有一两个是那个没有看清楚 就随便跟我预约的 其他大概有十几个 都是因为 那个 申请 分级付款的时候 被打枪 就是那不符合资格 那个信用卡公司把他 退掉 或者是那个 那个那个 中租 中租他们三十六个月的那个方案 把他退掉 所以不符合资格没办法进来 所以 信用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信用 你的银行信用不良 你要贷款真的贷不过 连这个这个价钱他们 也也没办法过 因为分级付款就是相当于贷款的意思嘛 也没办法过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非常注意 除非你真的 现金很多 我会有办法一次给你 那就另当别论 好再我刚讲到信任很重要 在网页上 做生意尤其非常重要 因为都没见过面 都没见过面 好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讲 我现在继续讲刚刚的这个步骤 我先把这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来到这里 推广网贴上去 按分析 看到吧 没有大家回应乖乖的 看到了打三 好看到 ok 好 这个欧洲看这个网站 他有这个好处就是我把这个网址 给他销售业给他 所以你的销售业里面文字一定要详细 然后按了分析之后 他给我的兴趣是这些 当然有些我觉得怪怪的不要 然后我就开始选 我就开始选择 我再来 去看看 有 我 有 那 我们